王毅20日在北京会见 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外交部长联合代表团 众人合照还牵起友谊之手 展现站在同阵线 针对加萨危机要求立即停火 中国在这场冲突中 坚定站在公道和正义一边 为重回两国方案 早日实现巴勒斯坦问题 全面公正持久解决而呼喊 集结沙奥地阿拉伯 约旦埃及巴勒斯坦的高官 代表团出访把中国列为第一站 王毅自豪称 这是国际对中国高度信任 中国常年支持巴勒斯坦独立 与力挺以色列的美国互比苗头 同一天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 也和外长团误谈 双方期待发挥更大作用 费萨尔等表示 感谢中方发挥领导力 推动联大和安理会 通过重要决议 阿拉伯伊斯兰国家高度赞赏 中方坚持原则主持公道 中国始终拒绝谴责哈马斯 反而抛红以色列 蚕食巴勒斯坦土地 在非西方国家中 话语权声量与日俱增 过去几乎只有俄罗斯或美国有能力进行这样的国际斡旋 以哈冲突悬而未决 中国在中东的地缘政治影响力持续扩大 在你的新闻 全朋友不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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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